END SUB 跟 SUB DELIECE 掉 就是把這一段跟這一段把它拼在一個裡面的話 它就會一次先黏再區了 以後如果還有別人,你再加在底下就可以了 這樣的話理論上OK了 可是現在假如說你希望讓它亂亂看的話 其實你會先執行上面的下載 一樣,我按LF8好了,不然太快了 你先清掉,下載 OK,沒問題 然後再執行這個 再執行什麼,插入欄 所以再插入年 有沒有,有了 然後再插入區 區這邊,區加上區 好 可是你想說,老師那這兩個SUB如果說我要執行面 要執行兩次啊 那我可以把兩個合併在一起 也可以啦 如果你要把它合併在一起的話 最簡單的方法 你就直接在這個住宅切到下載的 最ANDSUB上面這邊 再加上一個Core Core的話就是 我下載完之後 然後順便呢 去執行插入欄 所以你Core 空一格 然後把後面這個名稱 直接放在Core 這個 後面 有沒有 然後這樣意思說 我下載完之後 順便也插入兩個欄位 一個欄位叫做年 一個欄位叫做區 這樣就OK 所以最後 最後的結果就長這樣 來試一下 執行 清楚嘛 然後下載 下載完之後 年跟區都有了 有沒有 就二合而為一了 好 那最後你想說 老師那很麻煩 以後要一直執行 從這邊執行有點麻煩 可不可以直接乾脆在這邊加個按鈕 按下去就OK了 對齁 可以啦 就是開發人員 然後呢 再插入 這個地方有一個叫做 表單控制項的按鈕 那直接把這個拉到這邊來 然後跟他講說 按下他的時候 去執行剛剛那個SUB 所以其實以後的話 一般習慣就是 那個SUB就對應到一個按鈕 那他做法一樣 這邊按一下 這個有沒有 表單控制項按鈕 按一下 拖拉 記得往右下拖拉 這邊小畫家一樣 他問你說 你這個按下去 要對應到哪一個去期 其實去期 理論上就是SUB OK 所以哪個SUB 這個啦 你去幫我執行那個住宅 切到下載那個SUB 然後你按確定就可以 不過確定之前 我建議你可以把上面的名稱 可以把它複製一下 為什麼呢 你按確定之後就知道了 因為它叫按鈕1 它不叫那個名稱 所以因為我剛剛有複製嘛 所以你可以點擊按鈕1之後 把它貼上 這樣子 就完成了 完成來試試看好了 OK 按一下 它會OK呢 有WALK 但是另外一個問題發生 什麼發生呢 按鈕怎麼不見了 按鈕在哪裡 跟各位講 按鈕在這裡 所以你還要再怎麼樣 把它搬回來 怎麼搬 搬過來 按右鍵 那你想說 老師那如果再按一下要怎麼樣 應該它又跑到右邊去了 OK 為什麼呢 每次按一下就要再把它移回來 這樣很浪費時間嘛 不合理啊 那如果以後你按鈕很多個 一按全部跑到那邊去 那你每天每次都把它叫回來 所以主要原因是這樣 因為按鈕預設 它會跟著藍去移動 因為我們前面不是插了黏 跟插了區 你只要插入藍 它就會跟著它移動 所以它會被擠到右邊去 所以你只要告訴它說 以後 如果它有移動位置 不要跟著動 這樣就OK 怎麼改 很簡單按右鍵 它裡面有個設定 就是控制向格式 有一個叫摘要資訊的東西 其實你找得到應該可以猜得出來 有沒有 按右鍵 控制向格式 然後摘要資訊 選哪一個呢 它預設是大小位置隨出聲歌 對 對 改這個就可以了 大小位置不要不要不要 OK 有沒有 改一下不要 這樣的話按確定 它以後就不會亂跑了 這很重要 因為我發現很多人學會了 他每次都還要跑 跑還要把它搬回來 這不方便對不對 其實沒有很難 就這個改一下OK了 好 按確定 再試一下就知道了 如果點下去 不會跑動 那表示成功了 下載 插入兩欄 不過因為太快了 你根本看不到它那個插入兩欄的動作 其實很多工作是這樣 你一整天的事情也可以變按鈕 按下去 事情就搞定了 老闆要看什麼 你就是把開錯的事 通通把它寫成程式 一整天的事情 一個按鈕 去解決了 但是因為太快了 所以你事情就等於一個早上就做完了 你變沒事了 沒事的時候就要裝忙 所以我本來不知道什麼叫裝忙 原來是這個意思 可以因為事情做完 但是也不能讓老闆知道說你做完了 所以就假裝一下 多摸摸吸摸摸的 OK 但好處是說你會多很多時間出來 然後你對於工作成就感也會比較高 你會覺得做事好愉快 然後我不要做太快 沒關係我想一下 最後我 而且甚至有人是不要做按鈕 甚至他可以把這個按鈕 把它隱藏在某一個地方 下班了之後再把那個隱藏功能打開 所以你以後假設你不想要這個按鈕 其實你是可以插入什麼 插入一個圖案 真的是一個圖示 比如說你可以用一個笑臉 比如這邊有一個笑臉 然後你可以把它放在那個旁邊這邊 這個笑臉 這個笑臉按右鍵它也可以指定聚集 也可以指定這個 有沒有 OK 放在這邊 它預示按右鍵 它會不會隨儲存隔 這個好像 我試試看好了 它應該會不會亂跑 像剛剛按鈕會亂跑 如果按 好按一下好了 那你會按一下 有沒有 它一樣會walk 那walk完之後 它好像會一樣會動 所以這個可能還是要去變動它的那個 不要隨著儲存隔改變 你把它再移回來 就OK了 對齁 所以你可以隱藏起來 你需要的時候再按一下 所以這個每個人的需求不同 你可以自己再去調配一下 最後這個地方就是第一個 聚期 待會的話 我們第二個部分 就是再把這個 這個跟這個 做出來 像今天我想應該就比基本達標了 不然我是覺得一直在想說 這麼短的時間我怎麼交 OK 至少 那程式都在上面 你們自己找一下 所以剛剛重點回顧一下 第一個就是在第12頁的地方 有這一段程式 就是下載 然後只要改這個地方 跟這個地方 OK 底下應該有敘述 所以編碼 我剛剛把它 就這兩個 1跟2 就是編碼 就是這個 網址跟編碼 然後插入藍的話 基本上 就是 黏的部分 其實我們剛剛好像有增加那個區 所以我乾脆把這個區也補上去好了 但如果你假設你打字比較慢的話 沒關係 你至少 也一定要 會Ctrl C Ctrl V 反正你就把這個地方 Ctrl C Ctrl V 貼到哪裡 貼到這個下面 然後這個可能要自己打一下 Core 插入藍 有沒有 那這樣就搞定了 再來的話就是 增加那個按鈕 你就第一步就OK 待會的話呢 我們就是在樞紐分析表 自動化 樞紐分析圖自動化 就OK 試一下 好